嗨大家好 我是坦平叔 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这期咱们做个特别节目 就是钢琴家李云迪嫖娼被拘 这个是个突发新闻 大跌眼镜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平安北京的这个微博 就是近日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称 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嫖娼 对此警方依法开展调查 将依卖淫违法人员陈某慧女29岁 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男39岁查获 今审查 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 共认不讳 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这个是由平安北京朝阳 公安 发布的情况通报 这上面说的李某迪不一定是钢琴家李云迪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下一片下一个图片 平安北京的这个发的微博 平安北京发的微博 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 但一定要分清和化清黑与白 这个绝对不可以错 那他配了一幅这个钢琴的图片 这个是平安北京发的一个微博 他配图是个钢琴 那么这个指向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这还不明确的话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片 这是李云迪的这个 微博 这个 他的这个 介绍 是叫国际 钢琴家 重庆 政协常委 全国清联常委 香港清联副主席 这是他的这个 李云迪的 这个介绍 然后再看 现在已经变成 李云迪的介绍现在已经变成 国际钢琴家 没有了 其他的称号都没有了 什么重庆政协常委 全国清联常委 香港清联副主席 这都是政治头衔啊 全部去掉了 那就是出了重大事故了 那就是确信是李云迪嫖娼无疑了 那这个事情让我们 不禁深思啊 那个首先第1个 我认为这个 朝阳群众 到底是个什么组织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啊 我在北京待了 20多年 北京的朝阳群众好像是神出鬼没啊 很多事情都是朝阳群众 举报的 对吧 谢蛮子 嫖娼 然后什么 黄海波 嫖娼 还有什么 啊 嫖娼那两个细读的就不少了 对吧 有 房祖明 柯震东 谢东 好像都是跟那个 朝阳群众有关 这个朝阳群众太厉害了啊 不会是个 特务组织吧 大概 不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疑问啊 第二个疑问呢就是说 他这个 在 在某小区里面朝阳的某小区里面卖银票的 那就是 房子里面 那这个 他不是楼堂管所啊 对不对 他不是那种 KTV什么之类的 这是小区里面 那应该是很隐蔽的 那怎么会举报呢 这个是谁 给他设的哨 下的局呢 有种合理怀疑 会不会是娱乐圈内部有人 搞事 举报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不这不 不排除 好吗 因为娱乐圈也确实挺乱 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第2个 第3个就是说呢 哎呀 李永迪 作为一个青年 这个钢琴家 他可跟那个普通的明星不一样 这个人真是练出来的 不管他钢琴水平 有时候他好 有时候他不怎么样的 褒贬不一 但他 钢琴家还是能撑得上的 而且这个是真是练出来的 还有天赋的 在里面 有汉水和天赋在里面 那怎么 走上这一步 非常可惜呀 因为 国内目前这个娱乐圈 你是一沾上毒 一沾上毒 基本上就 没有了 没机会了 封杀了 那 前一阵的那个谁 宋东也不还 还出来教区吗 黄海波 也是个很不错的青年演员 这个对吧 这个 新途很不错的演的片子还可以 一下就封杀了 而且现在 据说是在吃他爸的低保 黄海波 很不容易 那你李云迪怎么办呢 你以后 公开演出是没有了 娱乐圈也混不了了 这个 我不知道 那他只能 搞搞家教了什么的 干琴 或者是到国外发展了 对吧 国际干琴家了嘛 这个真是可惜了啊 这个因为他这个成功 还不是那种说 偶然靠脸蛋 靠什么 流量 走红的 毕竟还是有实力的 我看过他跟朗朗的合作 躺的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太可惜啊 再说以他这个混娱乐圈 钢琴家的身份 他不应该是已婚吧 我记得是 应该结婚了吧 还是 如果未婚的话 他应该 对吧 应该正经谈个恋爱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他应该不缺人 对不对 怎么走上这条路呢 确实让人可惜啊 这个第四个呢 我就感觉啊 如果不是娱乐圈内部人举报 那你就是 这个北京的这个公安 傅政华也抓了嘛 这个傅政华已经被抓了之后 傅政华的影响很小了 以前 据说傅政华在的时候 老喜欢干这种事啊 那么 换了公安局局长了已经嘛 早就换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 现在 应该 傅政华的影响余毒 流毒 应该清除的差不多了嘛 怎么还干这事呢 所以说这个 这个就比较匪夷所思了啊 那么我在前几期视频都已经做过了 这个 朝阳警方 也是个神医案的存在 很多大案要案的 这个都是朝阳警方 做的 啊 现在娱乐圈不有一个依据那个俗语吗 就是娱乐圈的尽头是朝阳警方吗 这么一看果然是啊 那娱乐圈的人全是朝阳警方办的 专办这个 专制娱乐圈不服 是不是啊 这个是 我觉得 是个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我 对于 李云迪的这个节目啊 钢琴表演看的不多 但是我感觉还是很可惜啊 这么一个青年的 39岁啊 一个钢琴家 这就 基本上就结束了 以后只能干干家教什么的 啊 那么 很多网友 就留言了啊 我看的也很有意思 啊 有说啊 第一个 李云迪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不是同音链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 据说 李云迪当时可以跑掉 但李云迪 从不跑掉 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骂他 但是网上传言啊 网上传言 李云迪这不是第一次被抓啊 李云迪嫖 被抓 有人透露 被抓并非首次 私生活一直不检点 21日晚朝阳警方发布消息称李云迪印嫖 被拘 网易娱乐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 李云迪因嫖 被抓并非首次 今年善不年 因同样的原因 已经被抓一次 但是此事并未流传开 此外 知情人者还透露 早在德国汉诺威 戏剧音乐学院留学期间 李云迪的感情经历变十分丰富 在学生当中的口碑并不好 哎呀 这个就 这个有点过了啊 对吧 这是二进宫 那就很麻烦了 基本就 基本上就已经 道德上判了死刑了 然后说 此前 李云迪频频曝光恋情绯闻 2007年 李云迪与艳心彭丹传出绯闻 李云迪 极力辟谣 2008年 港台媒体又爆出李云迪对汤维 展开热烈 爱情攻势 但没有了 下文 2009年年初 又有媒体在北京拍到与李云迪 与一位神秘女子一起吃饭的照片 并称这是一段姐弟恋 2013年媒体先后曝光了两组 李云迪与 这些 咱就不说了 因为这是他是正常谈恋爱 你跟我来谈了多少个 对不对 作为艺术家 他是感情丰富 谈一个不行 谈几个 那你也管不了他 但是嫖娼这个 对不起 而且两次 基本上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 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没办法 李云迪本人 多次上春晚 应该是五次六次 都上春晚了 这一次被抓 央视的春晚是上不了了 但是呢 有网友说 可以上这个 2022年 朝阳区监狱春节联合晚会 并且呢 节目都已经编好了 主持人是前 什么前锋 你看 我只能说 从这个媒体报道来看 李云迪确实是 可惜呀 第一个是可惜 第二个呢就是没管理好 这个恋情确实挺多的 但是这个倒无可何非 对吧 你是艺术家 你愿意谈谈去吧 人也愿意 愿打愿挨 但是这个 嫖战这个呢 那你是 违反了治安管理法 刑居 但是你一旦出来 研疫生涯就结束了 非常可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